北剑今天依强制性交罪嫌起诉纽承泽,承办检察官透露,被害人开出这一枪攸关司法是否能理解职场阶层关系并保障性别平等,大家都会看这颗子弹能飞多久,但他相信司法做得到。 导演纽承泽被控性侵剧组女工作人员,台北地检署查出被害人胸部有纽承泽DNA,下体有心伤,今天依强制性交罪嫌起诉。 承办检察官侦办本案期间,想起电影《让子弹飞》中的情节,据中智力改革的俄城县长张玛子屡遭在俄城自成一霸的黄四郎所谓压、利诱,仍成功鼓动长期受压迫的人民挺身反抗。 张玛子问黄四郎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检察官认为,在纽承泽案中,可以看出告诉人身为一个基层,资浅,没有被禁靠山的剧组人员,在过程中面对纽承泽,本案所承受的妥协,隐忍,恐惧与茫然等痛苦纠结,但最终还是决定开下这一枪,为的不是金钱,不是对纽承泽的丝绸夙愿,而是不希望日后再有其他受害人。 承办检察官提到,法律人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随着人权观念进步,慢慢成为历史名词,但不能否认的是,特别权力关系的灵魂分身,早已顿入各个职场,内化为不管法律是否允许,但确实存在的职场潜规则。 检察官指出,被害人这一枪的异议与影响,将不仅止于本案,司法机关是否能正确理解职场上下阶层关系的无形影响力,职场下属为了工作所展现笑容背后的心酸委屈与身不由己, 与台湾司法是否能够支持,协助职场性别平等的实践与保障,全国语告诉人有着相同苦中的劳工与公务员,都会睁大眼睛看这颗子弹能飞多久,能飞多远。 检察官认为,大家都在看这颗子弹是否能打破职场中的假象,让阳光照进来,带给人们说不得勇气,并相信司法是真的能保护他们,是真的能让的世界更美好,而他相信,台湾的司法做得到。 中央设